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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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起苏氏呢 如果不说到苏泽 那几乎说不透苏氏 大概可以这么说吧 苏氏与苏泽是亲兄弟 那这是从血缘关系上来说的 那即便从他们的人生轨迹来说 他们两人也是患烂于共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 从家幼四年到元丰二年 这是两个人共同地 试图平稳发展的事情 从元丰二年到元又元年 那是乌台事案发生 以及此后两人共同地相似的贬择时光 从元又元丰二年 一直到少盛元年 兄弟俩呢 再度被朝廷重用 那么从少盛元年到苏氏去世 那是两人再次同步被贬的时期 宋史的苏泽传有这么一段话 所谓无稍愿有 主要是从苏泽角度来说的 因为苏泽的命运啊 往往与苏氏紧密相连 而苏氏呢 又是一个多灾多难的人 苏泽也就跟着苏氏呢 多灾多难了 但他们同进共退 手足情圣 每到灾难来起的时候呢 苏氏与苏泽都是彼此最大的精神依靠 最强固的精神栖息地 他们是兄弟 但更是知己 苏氏说啊 我年二时无朋仇 当时四海一子游 又说啊 五从天下事 莫如与子欢 年轻时候苏氏的世界里面只有苏泽一个自己 后来广交天下雅士 还是与苏泽在一起 最自在最快乐 他们还是师友 苏氏就直接说过苏泽 其独为五地 要是贤有身 苏泽呢 因为曾奉父亲疏寻之命 跟着学问出城的苏氏学习 所以苏泽说啊 则又学于兄 诗有识间 有的身份呢 两个人都认同 诗的身份呢 是苏泽对各个学问的认同 在苏氏面前 苏泽一直把自己的身段放得比较低 对苏氏呢 是带着一种由衷的敬爱的情怀 这就是我说的 说苏氏绕不开苏泽 说苏泽也绕不开苏氏的原因所在 因为他们对彼此都亮出了最真实 最深刻 最自然的自己 苏泽说 则又从子瞻读书 未尝一日相舍 苏泽说 从小呢 跟哥哥在一起读书 到了家又元年 苏氏苏泽 随着父亲苏寻呢 一起赴经应试 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故乡 苏寻呢 没考上 但是两个儿子都顺利地考中了进士 后来苏寻有诗感叹说 莫道登科义 老夫如登天 莫道登科难 小儿如实见 此前他们一直是朝夕相处 而次年呢 母亲成事去世 二苏又回到梅山手上 家月六年 苏氏出任平生的第一次官职 大离平氏签书凤祥府判官 那么弟弟苏泽呢 因为要在京城协助父亲苏寻来编写礼书 兄弟大概有了第一次的分别 至平的二年 苏氏结束了凤祥判官之任 回到了京城 兄弟再次聚首 但不久父亲又去世 两人再次扶着父亲的灵鹫 回川首上 西年的元年 这年的末 兄弟俩回到京城 后来在宋神中的大力支持下 晚安时变法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苏氏因为在许多原则问题上 对变法的方向和内容不认同 而且这种不认同 也没有办法为宋神中所接受 所以在西英四年 苏氏自请外任 外任去了哪里呢 杭州 那担任杭州通判 在赴任的途中就去到陈州 那与一年多以前担任陈州教授的苏泽相聚 这一次他们聚了两个多年 接着就是长达七年的分别 苏氏杭州通判任满后 去了密州 但是在密州几年他也一直没有机会来见到弟弟 新年十年二月 苏氏回京途中才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苏子 两年以后乌台试案爆发 那么在此之前 苏氏苏泽虽然官位不高 但是总体平稳啊 两人见面不多 但也心静平静 乌台试案爆发 从此就改变了苏氏苏泽的人生轨迹 当苏泽提前获知 苏氏可能背叛死罪的时候 连忙上书给皇帝 希望通过免掉自己的官职 来换取各个苏氏的生命 所以在苏氏的生命面前 苏泽认为自己付出的一切 比如说功名啊 前途等等 那都是值得的 现在保留下来的苏氏 苏泽兄弟情谊最充足的材料 就是他们或者同行同题所写的诗 以及彼此之间唱贺的诗词 在苏氏苏泽的诗集当中 两个人互相之间的惆怅数量是最多的 从佳佑四年 两个人跟着父亲同舟初属开始唱贺 一直到徽宗建宗靖国元年 苏氏去世 两人的诗歌唱贺 持续了四十三年之久 所以兄弟之间关系的密切 就从这个现象上也能看出来 为了与弟弟靠得近一点 为兄弟见面创造机会 苏氏从杭州转任密州的支州 到了西宁九年中秋 兄弟已经有六年的时间没有见面了 仕途的挫折 亲情的呼唤 心情的落寞 都让苏氏在这个中秋节情绪特别的汹涌 有点难以把控的感觉 他欢迎答弹 这个欢迎我认为不能理解为开心的饮酒 而是酒性特别大的意思 而我们说一个人酒性大的原因 就不是只有开心这一种解释了 借酒交愁 那也是通宵喝酒的动力之一 小旭说 看上去好像是喝酒之余 想到了弟弟苏泽 但是我们在了解了苏氏从杭州到密州的这一段情感经历之后 我们可以感受到苏氏这一场通宵的倡议 这一次主动追求的大罪 那都是因苏泽而起 所以词里面比如说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这样的问天之语 其实是要到了酒分醉意 才有可能出现的 无人可问 只能问天 平时知道问天没有意义 但喝醉了酒 就觉得只有问天才有意义 苏氏的水调歌头这首词是这么写的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 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点 我欲尘封归去 又恐穷楼欲 高处不生寒 其无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诸阁 低起户 造无眠 不应有恨 何事长相别时缘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殷勤缘缺 此事故难全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残眷 这首词我就不解释了 因为大家太熟悉了 我担心一句句解释 大家会生气 所以苏氏想逃离这个现实世界 乘风归去 但其实也无处可逃 所以整夜无眠 看着天上中秋的月亮 反而有了一种恨意 那么等把这一番动作和情绪发泄完了 苏氏也就慢慢地平静了 活着就是王道 这是苏氏在这一场大罪当中得出的人生信念 这一年的中秋呢 在兄弟的互相思念中度过了 第二年 苏氏改观徐州 苏泽总有机会陪着苏氏去徐州 并且在徐州度过了一百多天的快乐时光 好奢侈啊 那么这一年的中秋 两人终于如愿在一起过了 中秋节的时候呢 两个人一起泛州赏愿 终于过了一个团圆的家节 那么中秋过后呢 苏泽又要随南京留守张芳萍 这个南京是指的荷兰桑丘 来出任千苏应天府的判官 兄弟两人就再一次地面临着离别 苏泽想着去年哥哥的中秋祠 还没有贺啊 今年先句后风 那是补贺最好的时候 苏氏早就认识到了 人这一辈子看似漫长 实际上是由无数个雪泥红爪的瞬间组成 为了生计 人们少不了要四处漂泊 所以人生真正的主题是离别 而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学会在分别时各自安好 苏泽的水调歌头 徐州中秋祠是这样的 离别一合酒 七度过中秋 去年冬舞今夕 明月不深仇 起意彭城山下 同泛清河古便 船上载良舟 古吹筑清赏 红艳起听舟 做宗客 翠与配 子祈求 苏儿无奈 西去 尘不为人留 今夜清尊对客 明夜孤帆水溢 依旧照离忧 但恐同王灿 相对永登楼 七年才见一面 相见何以这么难呢 从苏泽去年冬舞今夕 明月不深仇 就知道这首词是回正去年苏氏的中秋词 冬舞呢 也就是当时的密州 今天的山东诸城 没想到今年我们一起在徐州 泛州清河 共赏明月了 但是呢 美好的时光总是断在的 苏儿无奈 西去 尘不为人留 月亮呢 并不因为兄弟的开心相聚 而多停留一会儿 想起了今夜兄弟对拙 明天呢 苏泽又要蹭船远行 好像刚刚赶走的黎幽 现在又回来了 人生俱散嘛 总是尝试 只是希望不要像汉末的王灿一样 为了躲避战乱 投奔荆州的刘表 结果呢 就滞留在荆州长达十二年 所以只能登楼思乡 却总也回不到家乡 你从兄弟的惆怅当中 好像看不到什么复杂的现实社会啊 政治斗争啊 这些在里面 其实对月亮的抱怨 用的王灿的典故 就是转个弯 对当时的政治生态提出了批评 因为造成兄弟分别的原因 正在与朝廷无休止的斗争啊 我们看看苏氏 苏泽在北宋的命运 尤其是苏氏苏泽 晚年被贬领来 那种大山压尖的感觉 那就更强烈了 这样的社会 醒着不如醉着 而醉着呢 更需要兄弟之间的互相扶持了 苏氏读了苏泽的这首水调歌头 又赐韵做了一首 其中就有 有这样的句子 所以可以看出他们的生命 其实部分地在对方的生命之中 这样的生命形态 当然是不能分离的 苏氏与苏泽在少盛四年 雷舟一别以后 就再也没有见面 这一年苏泽择受化舟别价 雷舟安置 苏氏则受穷舟别价 昌华军安置 雷舟与丹舟 中间只隔了一个穷舟海峡 那么在地理位置上 这两个地方相对来说 还算是比较近的 他们在当年的五月十一日 在滕舟相遇 然后一路同行 到了六月五日到达雷舟 再到了六月十一日 渡海相别 这是他们一生中 相处的最后一个月 此后一直到苏氏 在长州去世 两个人也没有能够见上一面 可能大多数人认为 苏氏与苏泽 虽然同在唐宋八大家之列 而以父亲苏循呢 并称为三苏 好像各居一方 成就平分秋色 而其实苏泽的文学成就 要稍训苏氏 从现在来看 苏氏苏泽虽然都是文学高手 但也确实存在在高下 但问题是苏泽一直是甘居哥哥之后 那么这一点苏泽反复地说过的 他在为苏氏写的穆之名里就这样说 苏泽认为两人真正文学创作水平 拉开差距 那就是乌台诗案之后 苏氏择居黄州的时候 因为苏氏天赋特别高 到了黄州又没有什么事情干 所以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来创作文学 所以经典作品在这个时期就频繁地出现 文学一代宗室的形成也就不可阻挡 苏子说 从此我再也赶不上我哥了 所以看来在乌台诗案之前 苏泽还有与哥哥齐头并进的想法 而看到苏氏的黄州诗文 他意识到必须承认差距了 在苏氏去世九年之后 七十多岁的苏泽在家中 又发现了苏氏遗留下来的文章 曾经赶赴诗歌一首 里面提到他们少年时光 虽然都有文明 但是也有不同 对当事人关于他们兄弟两人 创作水平高下的评论 苏泽是认同的 不如苏氏 苏泽不仅在情感上认同 即便在实际水平上 苏泽也心悦臣服啊 毕竟苏给苏氏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 尤其是只苏一点点 那实在也是值得骄傲的事 在文学的世界里 摩打滚爬了一辈子 苏泽太清楚了 有些文学创作上的差距 即便不大 也似乎不是情分能解决的事情 面对天才过人的哥哥 他有什么话说呢 他也不想说什么话 但在苏氏眼里 他与苏泽的差别 不是水平的高下 而是风格的不同 所以说苏泽超过自己 完全是可以的 苏氏在达章文前县城书里面 有这么一段话 子游志文时顺朴 而世俗不知 乃以为不如 其为人生不怨人知之 其文如其为人 故汪洋淡薄 有一唱三叹之声 而其秀节之气 终不可没 苏氏对于世俗 认为苏泽不如自己的说法 他直接地予以否定 苏氏的结论是 子游志文时圣谱 苏泽的文章 其实在我苏氏之上 可惜没人看出这一点 苏氏不免有点遗憾 苏氏不光说 苏泽志文在其上 还说过子游诗 过无远胜这类的话 所以可见苏氏对苏泽的诗文 是确确实实十分欣赏的 也许因为自己不具备 苏泽的这种风格 所以才让苏氏屡次地自叹不如 不过苏氏也退一步说这个话题 这种苏泽不如苏氏之论的出现 与苏泽的性格为人也有关系 苏氏原本就是一个社交达人 三教九流 他多得聊上一阵 他的文章风格自己也很清楚 走的根本就不是与苏泽的一条路 他曾经这样评价自己的文章 苏氏说 我的文章就是许多思路 一起奔发 四处发散 然后会和陈流滚滚向前 源源不断地一泄千里 所以相对于苏氏的社牛 苏泽就有点社恐了 他无意让别人太多地了解自己 他的文章也是皆有宽广与淡薄的 这么一个特色 而且里面蕴含了一种 一唱三叹之美 会让你越读越有知味 越读越被他吸引的这么一个魅力 苏氏认为自己的文章是崩涌 而苏泽的文章是回流式的 你说这样的两种风格 你怎么去比较高下呢 清代的刘西斩在《易改》里面说 说大苏文一泄千里 小苏文一波三则 我觉得这句话就是受到了 苏氏话的启发归纳出来的 连语言也只是稍微加了一点改进 所以苏氏说 苏泽的文章绣朗杰出的文气 他终究会在文学史上 占有自己的一席之底 现在李苏氏的时代 已经过去了一千年 我们回过头去看 苏氏对苏泽为人为文风格的评价 那真的是中肯到位的 都说文无第一 苏氏无意去占领这个第一 真正的文学中人更关注的是什么 各家风格的不同 而风格与风格之间 确实是很难比较高下的 这就叫行家看门道 外行看热闹 苏氏不仅对自己 以苏泽的高下不以为然 而且对强较他人高下 也觉得是汪费心力 他曾对苏过说 秦少游张文前 才使学问 为当世第一 无能忧烈 少游下笔惊悍 心所莫慧 而口不能传者 能以笔传字 然而气韵雄拔 苏通秀朗 当推文前 苏氏认为 你很难在秦关与张磊 这两个人的才使学问之间 来比出高地 秦关的文笔 金汉 张磊是苏通秀了 两个人都是不可替代的 你只能有欣赏眼光的不同 但放在一个大的平台上 你就很难分出优劣了 所以从这里我们看出来 苏氏对自己 以苏泽高下的说明 那是出自于真心的 那并不是自谦 或者是有点冠冕堂皇的话 他后来在 苏子游超然台富后 把自己的文章 盖扣为 词理精确 而把苏泽呢 盖扣为 体气高妙 两个人互有甚处 但是也互有不及 并说这种风格差异 更原于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 往往与一个人的性格有关 苏泽的为人为文 都在稳重 谨慎一端 而苏氏呢 只要旷放 知识得多 苏氏 苏泽还没有出道的时候 苏寻曾经带着他们去见 当时在成都的益州之州张芳平 张芳平在读了苏氏 苏泽的文章和说 这两人都是当今的国士 那是国家的栋梁之才 前程远大 他在与苏氏 苏泽操作交谈以后 更认为这两个人是难得的天才 但他也看出了两人性格的不同 他对苏寻说 长者明明有可爱 然少者谨重 成就或过之 长者就是指苏氏 少者是指苏者 张芳平说 这兄弟俩性格不同 苏氏呢 敏锐明慧 看着让人清静可爱 而苏泽呢 谨慎稳重 行文致远 可能这个苏泽的成就 以后要在苏氏之上 张芳平的眼力还真是准的 就仕途来说苏氏接连受挫 而苏泽则是跟着苏氏 臣服不定而已 当然 知子莫若妇 更懂得苏氏 苏泽性格差异的 那还是父亲苏寻 苏寻专门有一篇 明二子说的文章 对苏氏 苏泽的名字 与性格的关系 做了一番非常形象的说明 文字简短 但是意味深长 我们看一下 轮浮盖枕 皆有植户车 而氏独若无所为者 虽然去氏则五未见 其为玩车也 似乎五巨炉子不外事也 天下之车莫不由责 而言车子公者则不欲焉 虽然车扑马壁 而患亦不及责 使责责散处乎祸福之间也 责乎五之免矣 这篇文章写于庆历七年 那时苏氏不过十岁 苏泽也才八岁 但是苏寻对两个儿子的性格 以及可能带来的影响 以及有了深刻的预感 他说车的轮子 支撑轮圈连接轮毂的车幅 车上的棚子 车盖 车厢底部四周的横幕 车子它们都是各有用处的 都是车的核心部件 而车座两边供乘车人 作为扶手用的横幕 车室好像缺了也没啥关系 但是要真是缺了这个横幕 那这部车就不完整了 所以我给你起了这个室这个名字 但又担心你像这个扶手的横幕 总是录在外面 就这么直来直去 藏不住话 而不会掩饰自己的内心 那就真的让我担心了 接着说苏泽 天下的车都喜欢沿着车人 撵出的轨迹来走 但是要说起车的功用 好像与这个轨迹没啥关系 即便是车倒了 或者马在路上死掉了 好像也归罪不到这个路线 所以我知道你大概是能够 远或近乎 免去灾难 我觉得苏寻啊 在给两个儿子起名字的时候 还不定有那么明确的想法 但是随着两个儿子不断地长大 性格呢也不断地呈现出来 苏寻 这才发现自己居然先知先觉啊 起的名字 跟他们的性格如此相似 他对苏氏命运的猜测也很准确 只是对苏泽命运的估计呢 还是有些偏差 他可能没有料到 两个儿子的命运 其实是捆绑在一起的 一个外露 一个泪敛 这两种性格导致了两种命运 也影响到了两种文风 清代有个学者叫刘希仔 他提出过一个理论 叫文品出于人品 放在苏氏苏泽兄弟的性格与文风上 那真的是非常的契合 元峰二年 苏氏在湖州支州的任上 被御师台的官员弹劾 理由当然是用诗文讽刺朝政 也就是反对 王安氏变法 苏氏从湖州被押解到京城 被关在御师台里面 大概审判官员 没日没夜恶声恶气 充满恐吓与威胁的审判 让苏氏感到尊严尽尸 也有着感觉自己的生命 好像是已经进入了倒计时 所以他就想在狱中自我了断生命 他不能把自己的生命交给别人 但是不能在生前与弟弟苏泽告别 那总是一个遗憾 苏氏思前想后 见面既然不可能 那就只能留两首诗歌给苏泽了 他私下买通了御师台里面 一个叫《梁城的御竹》 请他想方设法 把这两首诗歌送给苏泽 苏氏写了两首 我们看第一首 苏氏肯定不会认为宋神中是个圣主 更不可能认为当时的大宋王朝 如万物逢春 但他此前就是因为不注意语言的分寸 导致被人抓住了把柄 送入监狱 他当然知道现在 已经不能随便说批评的话 只能歌功颂德了 而把自己可能被杀的原因 归于自己的愚昧 无知不明 视力不懂变化 其实苏氏内心的想法 应该正好与此相反 只是苏氏经过了牢狱之灾之后 他不能不世故一点 不学怪一点 文字上也就显得好看一点 这么匆匆地告别人士 只能说是偿怀前世欠下的孽债了 而对家庭的拖累 更是让自己无法心安 我死了以后 买到哪里都可以 只是想着苏泽以后 在雨夜里想到我 会黯然伤神 此生此世我们是兄弟 来生来世 我们一样也要走兄弟 这首诗 我们一定不能当作 一首简单的诗歌来看 分明就是苏氏 用诗歌的形式来写的遗书 一个人在生命临终之时 还如此地刻骨铭心地想着的人 那一定是他生命中极为重要和尊贵的人 苏泽在苏氏生命中的意义 就凭这一首诗 我觉得就足够了 苏氏的一生 苏泽在漂泊中绝望 但时刻想着的是见弟弟 苏泽的一生是在漂泊中升官 但时刻想着的是救哥哥 这不是一般的骨肉情声 而是情感与情感的激情碰撞 思想与思想的其逢对手 生命与生命的深度交融 所以那种设身处地 无畏无惧 甚至愿意为对方放弃所有的兄弟之情 不说是决畅 但至少是不多见的 苏氏其实知道自己吃尽了性格脏狂的苦头 他如此地希望见到苏泽 或者离苏泽尽量近一点 原因很简单 就是希望身边有一个知根知底的人 在关键时候提醒他 甚至阻止他 他在出别子游的诗里面说 不见六七年 未言随语根 常恐坦率性 放纵不自成 什么叫不自成呢 就是不能自我约束的意思 苏氏说 与苏泽六七年不见 我内心里面隐秘的话 对谁说呢 在苏氏看来 这种隐秘的话 如果从安全考虑 在全世界只能告诉一个人的话 那就是苏泽 因为只有苏泽才知道 如何地来约束我的放纵 从而来保护我 苏氏在出道黄之的诗里面 已经有这种自笑平生 唯口忙 老来事业转荒唐的这么一个感态 这个唯口忙 其中一定有祸从口出的意思在里面 这种坦率性与放纵不自成 让自己的一生不断地被贬着 年纪越大呢 事业越走下坡路 如果有苏泽在身边不断地提醒 那也许就会让自己的人生更顺畅了 对苏泽有这样的信任和期待 苏氏当然 甚甚死死都要与苏泽在一起了 你说这样的兄弟之情 不是生命之交 是什么呢